中国草原勇士巴拉筋实地太凶猛 一个爆摔将美国黑人拳王风马 摁在地上爆锤 拳拳到楼 最终裁判看风马被搅到怪又窒息 紧急要求比赛结束 风马更是被打到现场抢救 大家好 我是解说小吴 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的这期视频 小吴带大家盘点一下 UFC冠军风马 来华点次被我们中国勇士点次打趴 众手周知风马 在这个UFC的台也是非常嚣张 在之前的发布会上也是发下狂言 趁我们的中国人太过于瘦小 就像豆鸭菜 而且趁我们的中国姑娘也是很好骗 这句话也是彻底惹入了我们的中国举震红 在这场比赛中也是对他大打出手 接下来也是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举震红对抗UFC冠军风马 可以看到现在风马面对举震红 我们的少林勇士啊 他也是表现非常谨慎 要知道举震红啊 早在这个时商区的时候就去少林市啊 去读个书 在山西少林市啊 也是学习了一生的本事啊 这个风马 也是拿他没有任何的办法 双选手也是在试手 风马逐渐向这个举震红给逼退啊 将举震红想要逼退 举震红在这条上可以看到也是 哎 一个扫踢 这边 再一个摆踢攻击 非常漂亮 风马看着举震红啊 也是非常难受 双方选手也是不停在试手 不停试手 特别呢 举震红好一个摆踢攻击 将震红给逼退 漂亮的震红也是连续的左右摆踢 哦 这摆踢腿非常漂亮 可以看到 哦 举震红直接将风马压到这身下 这一波非常的漂亮 可以看到举震红 哦 拳拳到了啊 给了风马致命一击 风马也是被打得快不行啊 实话是说 现在风马也是非常难受 举震红的拳头啊 就没有停过 拳拳到落 举震红身为我们的少林啊 这个武僧 打法方面也是一流 将那个风马摁在地上 绝对不给这个机会啊 风马想脱身 举震红再次扑倒他 我们一拳都是砸住这个要害部 还可以看到震红啊 这个打法太凶了 太凶了 这场比赛也是将风马直接打到 要窒息 这场比赛最后呀 风马的腿也是被举震红给打断啊 这也是他第一次啊 在中国吃的大亏 接下来也是让我们来盘点一下风马的第二场比赛 没错 第二场比赛就是我们的巴拉筋 他的赛前可以看到也是发生狂言 之前啊 他的这个骨头也是好了之后 又来划嚣张 在内台上也是物渣渣啊 炫耀自己的肌肉啊 非常的嚣张 非常的狂妄 不得不说这位15C冠军啊 也是非常的狂 而他的挑战对手也是我们中国的草原勇士巴拉筋 草原的雄鹰 非常呢 也是非常的帅 因为这个风马在赛前也是发下狂言 称我们的中国勇士啊 太瘦了 所以巴拉筋必须要教育他 双方选手也是被造成在他中间 好的裁判的双选手各回各家各走各妈退到一边 此时的巴拉筋也是正值巅峰时期 产内的这个裁判啊 也是为这个风马捏了把汗 虽说你在UFC清降级无敌 但是在中国的内台可真不是开玩笑 比赛开打可以看到巴拉筋 将风马也是压在角落里面啊 折磨他直接抱起 一个被摔啊 要知道巴拉筋 他更善于这个地面扎机 因为他身为草原勇士 也是更擅长这个摔跤 此时的这个风马也是被巴拉筋摁在身下 我可以看到风马也是非常难受 双方选手抱在一起 僵持不下 风马他也是极其想要挣脱 不过我们的巴拉筋 身为草原勇士啊 岂会让他轻易挣脱 也是使劲挪住他 非常的漂亮 因为是我们的中国草原勇士 双方选手的打法是非常出色的 可以看到巴拉筋 他的地面扎机 更是非常的凶猛 非常的强 此时的他也是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硬啊 至少这个经验啊 完全是锁在了一块 完全锁在一块 哎呦 中拳砸头 此时的巴拉筋啊 也是一把摁住了风马 风马也是找不到这个反击的机会 反正双选手也是死死的压在一块 在这场比赛中可以看到风马也是极其想要挣脱 不过巴拉筋这个拳头就没有听过 非常凶残 没拳都砸中头部 对 哦 巴拉筋可以看到也是被中拳砸头 非常难受 对 还还玩自拍 还穿好几条空 可以看到这个风马在这台上也是被这个评委爆掉 对 吸引眼球 对 双方选手确实打的是比较狠 一直很长时间 摁在地上折磨他 摁在地上折磨他 以前来说虽然在上位但没占什么优势 对 对手就像个泥球一样 拱来拱去拱去拱来 反正使劲上你打也打不着 对手就像一个泥球一样 这个比喻非常出色 侧面压制 那个打法可能也意识到 从这个侧面压制就可以看出双选手确实地下非常的油猛 他其实每个防守都坐到位了 他就不发力了 对 这反守确实是做得非常到位啊 可以看到 我也是被压制住了 压制伸一下 点是中拳 我这拳法如粪啊 砸住他的头 双方选手确实是非常的横 巴拉金也是跟这个风麻较劲啊 双方选手完全是抱在一块折磨 所以就看巴拉金能不能在这种时候 充分的把这个实际把握好 对 哦此时的巴拉金可以看到他也是想充分的把握时间啊 双方选手打的射手太狠了下手太狠了 可以看到这边 这个挑战对手 我也是被巴拉金撕死的抱住 对 是他在封马完全被压在这台边啊 他此时也是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应啊 没办法 现在到现在的动作风麻较就不发力了 可以看出啊 风麻的这个时候也是无法发力 相比于巴拉金 双方选手的打法也是极其的凶猛 巴拉金 我将其摁在脚上折磨他 摁在地上爆锤 摁在地上爆锤 圈圈的到了 比赛低合 时间到了 巴拉金并没有Q成功 非常的可惜 可以看到巴拉金在赛前非常嚣张 现在也是被打的 模糊不清 他非常难受 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 真的是太难了 太难了 可以看到巴拉金开局就翻大招 直接举起一个背摔 哦 这样这个风马也是压在地上折磨 这场比赛真的是太狠了 下手太狠了 摁在地上爆摔直接砸头 你看这个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第二位 这个巴拉金也是啊 将风马再是压在了身下 哦 巴拉金到了 哦 我的天 摁在地上点续了砸拳拳拳拳到肉 可以看到巴拉金的这个拳头就没有停过啊 送了这么一个位置 可以 巴拉金有了罗角 哦 我的天巴拉金完全是压制住了风马 可以看到现在风马已经是被打到不成样子了 他现在是倒在地上 哦 直接昏迷了 巴拉金可以看到 我这呐喊一声 这场比赛赢的时候是太容易了 太帅了呀 巴拉金身为我们的中国勇士 直接将这个侮辱我们中国女性啊 侮辱我们中国选手的风马 打到现场昏迷 可以看到比赛的挥范 巴拉金直接将风马压得生下折磨他 摁在地上绝对不给对手任何反击的机会 真的是非常的狠啊 实话实说 巴拉金的这个实力啊 已经是将风马教育的 哎呦 五体投地 非常的毒辣 巴拉金可以看到实力是真的凶 要不是风马 自己要拍手投降 我估计巴拉金啊 会将他打到现场抢救 现在他就已经是昏厥不醒了 好接下来我宣读一下 好接下来也是让裁判 宣布做的比赛结果 中国选手巴拉金 第二回合59秒 降服获胜 所以做的比赛冠军是草原巴拉金 那我们恭喜他 这是莫拉来斯与巴雷拉的赛前发布会 二人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能动手从来不操作 能打组合从来不点次 可以说两人的梁子就此结下 音乐走起 这是一场发生在2000年的拳王征发战 35战全胜的WBC拳王莫拉来斯 迎战瓦瓦连刺客安东尼奥巴雷拉 这个俗话说的好 一山不容二虎 除非是一公一母 虽然两位都是墨西哥通胞 但双方是你看我也不爽 我愁你也不得接日 所以必须要一决之雄 在这个当年呢 巴雷拉26岁 莫拉来斯23岁 可以说两人都处在职业生涯的红级年龄 并且年轻气盛 所以这个开局双方是你来我往 场面是相当惨烈 可以说是高陶铁起 一拨又一拨 杀的是昏天暗地 冰火两空天 两人仿佛是不知疲倦的进攻机器 火力不间断的疯狂输出 场面是极其的胶着 随着比赛深入 巴雷拉再次加强的进攻 左拳呱呱呱就来了一波 打的莫拉来斯也是栽栽栓栓 巴雷拉是迅速跟进 开始展开前沟 能够看到这一波整的确实挺好 单膝归地的莫拉来斯被视为寄到 裁判对他进行了读妙 而莫拉来斯觉得自己非常的冤 为了证明自己 莫拉来斯是迅速扑上 开始和巴雷拉展开了中拳对攻 就是要让裁判看一看 你他妈是不是瞎呀 最终两人在对攻当中结束了这场12回合的球王争马战 从这个曼尼多回放 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 这确实不是被寄到 但这一个赌秒让莫拉来斯失去了两分 最终结果是莫拉来斯以2比1的点出优势 击败了巴雷拉赢得了胜利 近日42岁的全团老将曼尼帕奎 与不败拳王斯丰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两人将在8月22日展开一场对决 虽然这场比赛老将帕奎并不被看好 但帕奎表示年龄从来就不是问题 纵观帕奎的职业生涯 那是一直在战斗不断的挑战自我 从1995年步入职业圈谈 26年间打了70多场职业比赛 横跨8个级别 并且在这8个级别称王称霸 可以说是突破了人类的极限 在很多人看来 帕奎已经功成名就 打一些简单又赚钱的比赛这也无可够非 但帕奎奎表示自己是天生的斗士 只喜欢挑战最强者 当年超次重量级大战马甲里托 次重量级大战米格尔库托 这托那托这拉那拉 哪一位也不是软柿子 所以即使是42岁了 依旧要挑战自我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 这个斯蓬斯究竟是哪位斯 那我告诉你 这斯呢可不是一般炮 不仅宝石不败战绩 还拥有WBC IPF两条胶带 此前也是击败了一大批的拳台名将 布鲁克 肖恩波特 丹尼夏夏 皮特森 阿尔基里 这几位那都是拳王级别的人物 所以斯蓬斯在次重量级 那是公认的顶级拳王 所以在很多人看来 这一战帕奎奎是凶多吉少 目前帕奎奎已经进入了备战状态 回到了主教练罗奇的身边 这一战帕奎奎能否上演奇迹 我们拭目以待 视频最后 你认为现在的帕奎奎能有几成胜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